独家专访依前女友王上勤拍卖利敖亲笔信赚78万时光道流不想遇见她。 利敖前女友李文生母王上勤日潜赴北京拍卖利敖生前与她的书信戚风,共获得约17万2500元人民币,约78万元台币。 她旅美多年,魁为16年,重回台湾,今接受苹果专访谈与利敖相处点滴,虽然她表示欣赏利敖的幽默,也夸她对女生大方,但问她若重回年少,是否希望遇见利敖,她笑说不要了吧。 现年78岁的王上勤出身书香门底,父母都是小学老师,哥哥是作家王上义,并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家境并不宽裕,她与哥哥考上大学后,家里负担更重,她因此住校,有回坐公车返回南港家中,却遇上利敖。 媒体为她关上台大笑花封号,她谦虚笑说,我的外号是水仙花,因为我爱穿红的,但我真的不是笑花,我不知道那个谣言是哪里来的。 公车邂逅她拿两个月收入送礼。 谈起初语,王上勤说,原本大家都知道利敖有个历史系的女朋友,姓罗。 后来两人分手,利敖被伤得很深,一日他在公车上巧遇利敖,利敖大方向他攀谈,还说,你是王上义的妹妹对吗?我跟你哥哥很熟,但他不敢把他妹妹介绍给我。 幽默的谈吐,让王上勤深感他与别的男孩子不同。 李敖也就向他要了地址,此后展开追求。 他笑说当时双方经济状况都不好,李敖月收入大概只有1000元台币,两人约会多在中山堂附近逛街,但李敖也是蛮懂享受,很坚持要读美国杂志,喝美国咖啡,他笑说,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钱。 有回他看上一套洋装,至少要台币2000多元,李敖就偷偷买下送给他,让他很感动。 调军机接他快递92封情书。 王上勤说李敖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男朋友,但是会在宿舍前等他陪他下课,李敖后来加入文新,财务状况大未改善,也邀他同居,但他不习惯他日夜颠倒的生活,总在半夜写作。 他大学毕业后到花莲教书,李敖一开始也不太满意,但还是随他去,并请朋友调动军机梅周六接他回台北,还会每天用现实快递寄情书给他,前后寄了92封,后来收录在李敖情书集中。 王上勤说李敖的幽默让他最难忘怀,总能逗他笑,李敖也曾在书中说王上勤最有幽默感,他却玩儿子潮,但我觉得奇怪,我觉得我那时候没什么幽默感,他比较幽默。 虽然成名后的李敖是爱个人,但对女朋友却是相当温柔,二人交往不到二年,王上勤说从没有吵过架。 王上勤不认为自己在李敖生命中占据多打一块地位,反倒认为李敖初恋那位罗姓女友才是最重要的,他分析说你看他书里,他说他们高中就认识,他说那个女的很有才气。 问他会不会吃醋?他忙说不会不会,我也很羡慕有才气的女孩子。 他已可能坐牢推脱结婚。 偶尔他闹脾气,像是有次弄丢了一百元,一般男生可能会生气说怎么这么不小心,但李敖只是说,我以前有个女朋友也是钱不见了,就哭哭啼啼,但一百两百元是小事,又不是一万二万元。 那才是大事,不要哭不要哭,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他一听,似乎也没那么难过了。他大事化小,小事便无的本事,让王上勤设位欣赏。 王上勤不会赢,曾经想过跟李敖结婚,当年他留学考试不顺利,李敖带他上阳明山散心,谈道要不要结婚,李敖以自己可能会坐牢为邮推脱,王上勤说,但我知道他心里对婚姻是抗拒的,他曾说一夫一妻只是违反人性的。 他也笑说,李敖后来会跟胡音梦结婚,他也很意外,我见过胡音梦,我们还一起在美国吃过饭,我就觉得他们不太适合,离婚我也没太意外。 赴美求学金爵怀孕 因为李敖无心结婚,王上勤选择赴美求学,没想到一到美国就发现怀孕了,他笑说,我跟他住两年怎么都没有怀孕,怎么最后一次就有了,很吃惊。 他着急地打电话给李敖,李敖本来说他只身在外求学,希望能堕胎,但因为当时在美国堕胎是犯法的,而且秘医手术已有风险,他决定生下来,李敖也同意了。 王上勤透露,当年他在美国贷产,李敖约每两周会寄约500元美金给他做生活费,也会寄信给他,他有感而发递说,他这方面非常负责。 他后来嫁给文乃健,李敖不大高兴,故意把二岁多的李文从台湾王家带走。 王上勤说,我想他心里有点不开心,不然早不带晚不带过结婚的时候才要,虽然他也有他的理由,他说他希望李文不要生活在一个会影响我的婚姻的环境。 不过之后,李敖还是经常寄自己的著作给他,而会加上短信,探并不成无意上香。 他也谈起去年曾到新加坡探访妹妹,当时有听说李敖已住进加护病房,他曾有意探病,但李敖却以一声说不见外人为有婉拒,如今天人永格,他也看得很淡,觉得情势近60年,也没必要再去上香或打扰。 问他如果回到50多年前,若可以的话,还会不会希望遇见李敖?他笑说不要了吧?李敖虽然才气洋溢,但对他来说,只是19、20岁时被他的幽默吸引。 20、20岁时过境迁后,他也认为两人不适合坐在一起,他不是适合结婚的人,如果当时结婚,也是会离婚的。 他笑李敖穿衣品味不好,还是喜欢弄美男子多一点? 他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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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